Welcome to IT HandiGuy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這一個地方我要跟你討論的是我們的成果展示 然後這個07B這一個部分其實是我們的專門介紹Poco Generator 有關於Poco Generator有關於Enterity Framework我有07A還有07B 07A全部都是介紹Enterity Framework 07B則是介紹Enterity Framework的進階就是Poco Generator 那這個07B的部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在我們07B的部分 我們Tutorial 1到6全部都是同一個全部都在介紹Poco Generator 然後從Tutorial 7到這個從7呢它到這個最後呢 它到最後呢它其實是屬於同一個它其實是屬於同一個Solution 就是說整個7到最後呢全部都是同一個Solution 可是我分成兩個課程來講 所以你在看這邊看到這個是第五個課程 從7開始是第五個課程 它一直到第36 它一直到36都是同一套課程 然後從第37個課程呢 都是在講第二就是在講第二步 就是在講第二個課程 那其實都是同一個Solution 所以你在買這個 你在買6之前呢 第6套EF5 第6套課程 一定要先去買EF第5套 因為它們是同一套 它們都是同一個範例檔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分 就是你沒有辦法 只去看這一套課程 而不去看前面這一套課程 所以呢 這個會 這個會強調你說 比如說你一定要先看 好這個第5套課程 才可以看第6套課程 那其他的 那個EF5 其他的一到四套課程呢 都是沒有 都是單獨獨立的 你可以分開買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如果你中間發現說 如果你有一些聽不懂的困難 那就代表說你的程度可能不夠 那你就是需要去看我前面的課程 那你就要去買前面的 所以我還是個人會建議你 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按照順序讀下來會比較好 那前面四套課程基本上就已經很夠你公司在開發用了 然後那第五套跟第六套課程主要是 著重於這個 就是實際上在怎麼樣去整合我們之前所學的所有的技術 我們之前所學的所有技術有包括C-Sharp 然後TC-Core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Link 然後MVC 然後MS 這個那個單元測試 單元測試我會分MS-Test跟NUNI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整合在 我們這一套 全部都整合在我們這一套課程 那這一套課程沒有交到 那個Design Patterns SOLID 也沒有交那個 這個API 所以整合的部分呢 並不會把這兩個技術把它整合進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一下 首先呢你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成果展示的這個程式嘛 然後那我到時候會Create兩個Solution 一個是Unline Game 一個是Unline Game 2 那在這個Unline Game 2 你如果裡面 先講Dabase 首先呢你先來看到我們這個Dabase裡面呢 我們目前為止會有這個Unline Game Unline Game 2 跟Unline Game Test Data 那Unline Game呢 它其實是來自於 它裡面的T-SQL呢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 T-067-01下底線All Demo 它是來自於這個答案 所以你就Create一個新的Dabase 就是Unline Game 然後接下來去執行 這個T-SQL 去執行這個T-SQL 去執行這個T-SQL 就搞定了 也就是說 這一個Dabase呢 你要先Create這個Dabase Create完之後呢 去Run這個T-SQL 這個T-067-01-All Demo 那接下來你要再Create這個Unline Game 2 這個Dabase 那Unline Game 2 這個Dabase呢 那 你也是要去執行這個T-067-01-All Demo 這個來執行這個Unline Game 2 這個Dabase 那接下來是這個Unline Game Test Data Unline Game Test Data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叫做 這個T-07-03-All Test Data 那是來自於這裡 那這個1跟2呢 其實是來自於同一個Dabase 就是這個All Demo 然後呢 這個Unline Game Test Data 是來自於這個叫做 All Test Data 好 那我們這邊呢 都搞清楚之後呢 那我們打開這個Unline Game 2 這一個Solution呢 它裡面就只有一個 這個User Interface 裡面就只有一個Console App Application 然後它是使用Poco Generator 所以我們透過Poco Generator 產生這一堆程式碼之後 我們透過Poco Generator 產生這一堆程式碼之後 再截取我們這些的程式碼 然後接下來再回到我們Unline Game 1 然後再分散到這裡面有16個Project 把這裡面的程式碼呢 分散到16個Project 分散到這麼多個Project 然後就跟你講說 OK它要怎麼用啊 做什麼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用Poco Generator 產生我們要的程式碼 產生我們要的程式碼之後呢 再截取我們需要的部分 然後再分配到我們覺得說 合理的Project 那每個Project都會負責不同的事情 然後呢 那接下來呢 比如說像這個Data Domain Data Domain就會是裡面 這裡面所有的東西呢 全部就是EF Model 全部都是Model 都是Model來的 然後那這些Model 就是存放著我們說的 Entity Framework Model 然後這個叫做UIDomain 這個UIDomain呢 則是存放我們說的這個Fuel Model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所有的Fuel Model 你看它還有個Require 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我們說的Fuel Model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 在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Data的Interface 那這個Interface裡面呢 我們有Interface UnigainContext 還有Interface UnigainWorks 那當然它還有各式各樣的Repository的Interface 然後接下來還有我們的Entity Validator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都是Interface 那這個地方就是來實作上面所有的Interface 那它要實作什麼呢 它會有這個UnigainContext 那這個UnigainContext呢 它去implement這個IUnigainContext 然後那接下來它裡面還有Unig of Work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放在這一個Repository的這個Folder底下 那這邊就是有普通的Repository 然後還有Falidator Falidator呢 就比如說像我們的Gamer 我們打開這個GamerFalidator GamerFalidator在這 我們的GamerFalidator呢 我們會有就是 我們會告訴它說你的Gender必須一定要是 你的Gender必須一定要是這一個 Male或是Female 那其他都是錯的 然後接下來你的這一個Birthday一定要是在這個範圍 然後接下來你的Email的格式一定要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Falidator class 所以我們Falidator全部寫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Factory 那Factory呢 我們這個課程不會講到Factory 只是跟你講說OK 因為呢在PocoGenerator產生Factory 所以你可以放在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就是在Fake這個地方 Fake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有個FakeUnigainContext 這個FakeUnigainContext 是我們待會要做單元測試的時候來做的 所以我們會有FakeUnigainContext 然後我們會有這個 真的Context在這裡 這個是真的Context 這個是假的Context 要來做這個 我們要用這個 那單元測試都是要用假的Entity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 Migration的部分 其實我也有做Migration 所以這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我除了 從這個地方截取我要的程式碼之後 我截取過來之後 我還教你怎麼做Migration 也就是說 我不只用Mapping的方式 我還同時也用Migration的方式 等於說我Mapping 就是Entity Framework Call First 會有兩種開發模式 第一種是Mapping 第二種是Migration 那Migration呢 就是你先寫完C-Shop程式碼 寫完C-Shop程式碼之後呢 接下來它會自動生成資料庫 然後另外呢 Mapping的部分則是說你先寫資料庫 寫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才把它 才把它變成就是 寫相對應的扣 然後去連接資料庫 那為什麼這兩個可以同時存在呢 就是因為 我先使用Poco Generator Poco Generator使用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把Poco Generator 產生的程式碼 Copy & Paste到我的Entity Framework 就是我的Real Product 我的這個Online Game 2 是我的Fake Product 那我的這個Online Game 這一個是我的這個Real Product 就是我真實的Product 在我這真實的Product裡面呢 我就把它這個 把這個Poco Generator 產生的程式碼 全部Copy到 我們的這個 這個我們要的 我們就是Copy我們要的部分 到我們這個 到我們這個Real Product的程式碼裡面呢 接下來我才做Migration 那做了Migration之後呢 那當然它就會產生這些 好像up and down 等於說我同時有Mapping 也有同時 我等於同時我使用的Mapping 跟Migration兩個一起使用 使用在這一個同一個Poco Generator裡面 這樣的話我除了Database那邊 會做這個Source Control以外 Database那邊你可以看到像 我的T-SQL 我就透過T-SQL的方式 有不同的T-SQL的方式 我來做我的Data麥品 然後呢 那個什麼 甚至我在Migration這個地方 我也針對我的DataBase 有做這個Source Control 等於說是雙管旗下的 T-SQL跟Migration兩個都同時都Backup 然後那接下來在這邊就是我們的Register 還有我們的Fuel Table file function 都寫進來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Test Data 那我們Test Data的部分呢 我們有用這個MS Test 這一部分 這個是Integration Test 這個部分是Unit Test 那Unit Test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我是用Fake Data 這邊是用Fake Data 然後我的這個Integration Test呢 是用Real Data 所謂的Real Data 就是說我有連接資料庫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是有連接資料庫的 那下面這個是Fake Data 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這個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所以這個Fake Data跟 這個Integration 這個Integration是有連接資料庫 這個也是有連接資料庫 然後這兩個的差別在於說 這個是用MS Test 這個是用Unit 然後這個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然後這個是用MS Test 這是用Unit 那這四個呢 都是針對我們上面這兩個來做Test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會有這個Fue Model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所有有VM開頭的 全部都是我們的Fue Model 那我們Fue Model的部分呢 同時我們也會有一個Fue Model的Interface 跟Fue Model的Repository 跟Unit of Work在這裡 就這兩個Project 那這兩個Project最主要是來做什麼呢 這兩個Project最主要就是 它要把這裡面的東西讀取進來之後呢 再透過AutoMapper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AutoMapper 再透過AutoMapper的方式 把它從這個EF Model轉換成Fue Model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負責轉換完畢 就這個地方都是Fue Model 然後這是Fue Model的Repository跟Unit of Work 這是Fue Model的Interface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全部轉換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在我們的UI的部分 我們有ConsoleApp 我們還有MVC 那ConsoleApp呢 最主要是針對 就是直接來使用上面這些 下面這些 然後那接下來MVC呢 就只有使用這兩個 就只有使用這兩個 就是要證明說 OK我的資料呢 從EF Model傳進DataRepository 然後再傳進UI DataRepository 然後再傳進這個MVC這裡面 那就證明說我們是有 就是我們是透過這幾層的關係 然後那接下來在我們的這一個 TestData底下呢 因為我們有寫了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四個Project 全部都是要Test這兩個 然後其中這一個 是使用MSTest的 這是使用NUnit 然後這是使用NUnit 這是使用MSTest的 那這兩個呢 都是IntegrationTest的 這是有連接資料庫的 這兩個都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都是使用Fake Data 然後那這兩個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針對 它是針對這個VM VM就是Fue Model 我Stand for Fue Model VM的這個AreaRepository 來做測試 然後那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個地方呢 是沒有連接資料庫的 那這個地方是有連接資料庫 那這邊有連接資料庫的話 也是有相同的這些測試 都是針對剛才這個 UI Data的Interface 跟UI Data的Repository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16個Project 然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寫了 這麼多個10 1204 這麼多個Test 那當然每個Test都會Test成功 你可以Run All Run All之後呢 每個Test都會Test成功 那這一個呢 就是有同時都會有這個NUnit 然後就是我同時會教你NUnit 跟MSTest要怎麼寫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整個課程 會學到的這麼多的東西 那它是分散在第7個Tutorial 到74個Tutorial OK 那當我們來跑這一個MVC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是Run這個MVC的時候呢 它就會跑出我們的MVC的這個User Interface 是展這個畫面 然後那我們先去看 Team 然後我們看了 Team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這邊有看說有幾個 Team 那你會發現這個 Team 它其實也有搜尋的效果 然後T-E-A 好T-E-A-M 然後接下來你就打個比如說S 然後就接下來你就按Go 然後接下來它就可以有Search的這個效果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Area Area的這一個部分呢 你也可以看到在這一個地方呢 你就打A-R-E-A-T 那它也是會有兩個 然後那接下來你要按Go的話 它可以Search 那接下來你去這一個 Magic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Magic這個部分呢 你一樣是打這個 這個M-A-G-I-C-F 然後一樣是有兩個 然後你一樣是可以搜尋 所以你可以根據每一個人 然後就來做這個搜尋 然後那 比如說像我現在再回到原版 原本的這個Index MagicIndex 然後我可以新增 新增一個Magic 然後我也可以修改一個Magic 我可以修改這個Magic 然後呢 接下來我也可以看這個Detail 然後呢接下來我可以看這個Delete 然後接下來選這個Delete 它就刪掉 所以這個增刪查改 C-R-U-D呢 包括社群呢 都是每一個有Magic 有Area 有Team 然後那這個Gamer呢 它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Gamer它有多特別呢 這個Gamer呢 其中這一部分到這一部分 其實是來自於GamerTable 然後這裡呢是來自於TeamTable 然後Area呢是來自於AreaTable 然後呢接下來這個三個 是來自於GamerDetailTable 那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Team可以有很多個Gamer 然後每一個Area也可以有很多個Gamer 然後只是Area呢你可以看到這是空的字 就是你一個Gamer呢 它不一定需要有Area 可是它一定要有Team 然後那接下來每一個Gamer呢 它可以有或是可以沒有這個GamerDetail 然後呢那這個GamerDetail呢 就是包含它的經驗值 它的等級 然後跟它的錢這樣子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Gamer呢 這個GamerTable呢 它有這麼多Column 然後它跟Skill還有Magic Table 都是屬於多對多的關係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1號Gamer 它就有2號跟3號Skill 然後1號Gamer 它就有這個2號跟3號Magic 然後那接下來2號Gamer呢 它有214這三個Skill 然後2號Gamer它有123這三個Magic 然後呢你呢 同時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目前的GamerCount 這是透過這個TrialAction 還有包括我們的這個Catch 這個最主要是要介紹Catch 然後那它 它就是目前總共有17個Gamer 然後當然下面還有分頁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這個分頁呢 其實是 我有把它中文化 這個是有Page的List 然後那你可以 12345 最多顯示5頁 然後接下來就是點點點 那如果超過5頁 全部都是點點 然後你可以到第5頁 你到第5頁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也是顯示5頁 可是前面就是點點 然後這邊就是第一頁跟三一頁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回到第一頁 我就按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呢 就是全部都是有中文化 然後那接下來在 接下來在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create一個新的Gamer 那你create新的這個Gamer呢 你會特別注意到 這裡到這裡呢 其實是 其實這個到Email呢 這其實是我們所謂的GamerTable 然後這個其實是在ThemeTable 這個其實也是在那個AreaTable 然後這裡到這裡呢 是GamerDetailTable 所以其實呢 我現在是使用一個StoreProcedure 然後把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全部處理到完 它是跟多個Table來做create 然後那接下來在這個 接下來在這個Edit的部分呢 也是同時針對多個Table來做Edit 然後那接下來在這個Detail的部分呢 也是同時join多個Table 然後呢 接下來在我們Delete的部分 Delete的部分也是同時join多個Table 你按Delete的話 就同時delete多個Table裡面的Data 所以這個Gamer呢 它是同時有很多個Table join在一起 然後增上查改這樣子 然後那你同時你可以 你同時你可以Edit的GamerSkill 比如說像我現在目前有2號跟3號 我先回到前一頁 我先Edit的這個第三個 現在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Skill 那我就給它增加1 然後3 然後5 然後7 我給它增加這幾個 好 當我們回到這個Index page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Skill 就有1357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回到EditSkill這個地方 我們再把這些Skill刪除掉 然後刪除掉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這個Index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看到它就沒有這些Skill了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沒有這些Skill 好 那我現在要增加幾個Magic給它 那一樣我要增加是1 然後3 然後5 我要增加這3個Magic 然後我再回到我的Index 那你就可以在Index這個地方呢 看到說 你就把這個E35都加回來了 那我再回數我這個Magic 然後我現在就要把這個E35的這個Magic 都把它刪除掉 那我刪除掉之後再回到我Index 我回到Index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第三個Gamer 它也這個Magic也通通不見了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可以做Search的動作 那比如說我就打MAME 然後它這個DropDone 這是AutoComplete的 它就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打一個T 那就剩下有這幾個 然後接下來我按Go 那我按Go的話 它就可以只會顯示這4個Gamer的Detail 然後接下來我到第二個 然後第二頁呢 就這5個啦 就這5個而已 然後再回到第一頁 所以它就只有2頁 那我接下來呢 就先把這個刪掉一下 然後再重新回到GamerIndex 它就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現在又是有17筆資料 然後接下來我修這個Search 然後我要找出所有的Mail 那我這邊按Go 然後呢 它就告訴我說 所有的Mail裡面呢 所有的Mail裡面現在有11筆資料 那你這個就是所有的Mail 然後呢 接下來我再來Search 所有的Teen 比如說Teen2 Mail 然後接下來是Teen2 那這是所有的Mail 而且是Teen2的 我現在選Teen1好了 Teen1可能比較多人一點 也是兩個 那我再選這個Teen3 應該也都是兩個啦 有三個 多了一個 Teen3人比較多 很好 那這個Teen3選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再選這個Area132 我再選一下Area1好了 我選Area1 然後那接下來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選Area1號 然後這邊按Go 然後那接下來就剩兩個 然後所以符合這些條件的 就剩兩個 然後那接下來我要Search Experience要大於 大於等於這一個的 大於等於這個東西的 大於等於這個東西的 我再按一次Go 然後那就剩下這些了 好 那我接下來就重新再把它 重新刪除掉 然後再打開來 然後這一次我一樣是選Mail 但是呢 Mail之後呢 接下來我的這個等級呢 要大於 好 我的等級想要大於 15 我等級想要大於15 那這邊呢 我就打15 大於等於15的 好 它就顯示說等級大於等於15的 然後那接下來 我再選說它的GamerMoney GamerMoney呢 必須要是這一個 9856.50 9856.50 那我Search一下 沒有 因為呢 在我這個地方要大於的 它沒有大於等於 所以我這邊如果改成40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就可以Search到一個了 所以就是每一個Search 它都可以疊加上去 然後那當然就是 你也可以Search 我再重新回到這邊來 然後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Email 那這裡面的Email呢 比如說我要SearchTWO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SearchTWO 然後它就只會找到有隻TWO的這一個Email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再重新Delete掉所有的Search 好 那你也可以這個DeleteMultiple 那我先去第二頁給你看 好 在這個DeleteMultiple的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它很特別 就是比如說像 你這個地方你打勾之後它就全選 你沒有打勾它就全沒有選 然後當你這個地方打勾之後 然後你少選了一個 那這個東西也不會打勾 然後接下來你再少選第二個 少選第三個都沒事 可是呢 當你 當你在把這個4號 4號打勾 5號打勾的時候 因為你這4、5、6都全選 所以這上面也會全選 所以這是一個JavaScript的東西 這個也會教你 然後那接下來你選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按DeleteSearch 你按DeleteSearch的話 它就會跟你說像有3個如果被Delete 然後如果你現在是只選2個的話 然後這個上面的勾就不見了 然後它就DeleteSearch 它就是只有2個 那接下來你只選一個的話 然後你按DeleteSearch 它也會這些都Delete掉 OK它就只會Delete一個 那接下來再回到第一頁 回到第一頁之後你打開T74 這個程式碼裡面有一個T07201 這個你打開來看之後呢 接下來你會看到說它會去攝取GamerMagic GamerSkill跟Gamer 那它是會去針對我們這一個 Online Game 然後那我們接下來先來SQ一下 我SQ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GamerMagic裡面有無筆資料 然後1號Gamer呢它有兩個Magic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GamerSkill的部分呢 也是有無筆資料 然後1號Gamer呢它也是有兩個Skill 然後那接下來最下面這個Gamer呢 它會有17筆資料 它會有17筆資料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再來看一次 我們就再回到第一頁 我們回到第一頁呢 第一頁的時候呢我們就把1號Gamer刪除掉 1號Gamer刪除掉之後按Delete 然後接下來按OK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1號Gamer刪除掉 現在就是1號不見了 現在就剩234 然後再回到我們這個地方 那剛才在這個地方我們知道說這個 GamerMagic呢它有無筆資料 然後GamerSkill有無筆資料 然後其中1號Gamer它有兩個Magic 然後1號Gamer有兩個Skill 那接下來在剛才這個地方有17個Gamer 好那我們再重新來SQ一次 重新SQ之後呢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1號的Gamer它所有的Magic都不見了 然後1號的Gamer它所有的Skill也不見了 然後那接下來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說你的Gamer呢現在就剩下 就剩下16個Gamer而已 然後1號的ID等1的這個Gamer它已經不見了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說 然後在我們剛才在執行delete的時候呢 它同時去delete data從GamerSkill table 還有從這個GamerMagic table都去delete掉 所以我們這些增三查改呢是針對多個table 來一起做增三查改的動作 那我們當然還有這個search啊 然後還有這些分頁啊 那每一個都是有都會在這個課程裡面教你 然後那接下來還有就是我們還有這個 比如說像我們有一個是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game money 那game money呢我要按照它的這個排列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它會 Ascend the order 就是258.5 然後再來是886 然後接下來是2136 然後越到後面的就越大 你可以再往最後一個看 你可以看到越後面就越大 然後最大的一定是這一個 就是最大的是9856這一個 然後再回到第一頁 然後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第一頁之後呢 我在resend the order Gamer money 然後它就是按從最大的再排到最小的 那這裡面的每一個呢 你都可以去做這個排列的動作 然後那這些在我們的課程裡面都會一個一個來教 好 那我們就會講到這麼多 然後那同時還會講到這個catch 然後trial action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還要再講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有用repository 還有用這個unitfork 所以其實我們是把這個UI 還有把我們的data connection 去切割開來 然後那在我在介紹這個unitfork 還有repository的時候 我一直在強調說 就是它其實因為把data connection 切開來之後呢 所以呢 你在開發user interface的時候 它還有在開發data base connection 就是any different world的時候 那你可以同時一起開發 那我這邊就會舉一個例子 我在我的範例檔裡面呢 那我會製造這個weapon controller 還有他weapon controller的這個crud這些few 然後呢 在我data base裡面呢 我目前是還沒有這個weapon 這個weapon 沒有weapon這樣子的一個table 那我要在還沒有weapon 就是data base的table 還沒有準備好之前 我就先開發這個weapon的這個crud 那這個weapon的crud你可以看到我的few都有寫出來 然後那我們在gamer的 在我們這個controller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在我們的weapon controller 我們的weapon controller在這裡 它其實就跟我們的 這個一般的controller沒什麼兩樣 我並沒有在這邊加入任何的fake data 那我就是完全都是使用這個 我們的這個unitfork 先把它叫出來 那我們在fake data是在哪裡呢 其實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這個單元測試很像 我們先來看到我們的單元測試 在我們的單元測試裡面呢 我們在這個testuidata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我們不要看testuidata 我們先看這個testdata這裡 我們這邊有這個單元測試 一個是用nunit 一個是用mstest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nunit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來 然後你可以打開其中一個 比如說叫area 那你可以看到當時呢 我們所用的方式 就是在這邊create一個fake data 然後我們還使用這個fake unigain context 然後只是呢 我們的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都是在跟這個data的repository 還有data的interface去做互動 那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在跟那個 我們就是我們 就是要先開發UI的話 就是沒有database的table 然後要先開發UI 它其實這個原理是很像的 我們就是要使用這些fake entity 那這些fake entity呢 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那首先呢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一個是有這個 UIData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呢 我是有什麼東西呢 我是有一個叫做 iWeapon Repository 所以我做了iWeapon Repository的interface之後呢 接下來我又去做了什麼東西 我先把這個東西關上一下 在這裡 這個interface先關上 然後我接下來要做這個 這個叫做 VM Weapon Repository 那在這個VM Weapon Repository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也是用這個fake data 然後我裡面有四筆資料 然後那這四筆資料呢 同樣也是底下會有這些 每一個method 那我就會把這些 這些get get async 這些每一個 每一個reportory 所謂會用到的method呢 就把它先 就先從這個fake data裡面去擷取資料 那我擷取資料之後呢 在我的這個 VM Weapon Control 就可以直接使用我這個Union Work 因為在我的reportory那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在reportory layer的時候呢 還有我就會先 使用這個fake data 那我先使用fake data之後 然後那我下面呢 就一樣是可以做增上查改 那它跟我們一般在跑的時候 一般在寫的時候 是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它不會跟資料庫互動 所以它不會寫入資料庫 也就是說當你重新run你的這個project的時候 你的資料還是會這樣回到四筆資料 因為在我們fake data裡面 那一個list裡面就只有四筆資料 那我們實際上來到這個index Weapon的index這個地方 我們來run一次你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現在是在這個weapon index view 那我們weapon index view的話 我們可以create 那我們create的話 我們就create一個叫做new new1 然後create 然後create完之後它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我們可以edit 那我就new1bb 然後save 那就new1bb 那我們可以看detail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可以在這邊delete 所以這個new就不見了 那一樣我們可以做搜尋的動作 我們可以做wea 不是寫了很多 我們在weapon control這邊是實際上直接使用這個unitwork還有repository 然後那在我們的下面這個vmweapon repository呢 你就要把這邊的程式碼稍微改一下 負責去叫取這個database 那你負責這個fmweapon repository呢 它其實應該還要再寫一個這個叫做 它在這個dbrepository這邊其實還要有一個相對應的叫做weapon repository 就是這個是fmweapon repository 然後在這邊則是會有weapon repository 那這邊則是會有fmweapon repository 我目前還沒有寫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並不知道說我們database connection在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到底是要用adodonate還是用anity framework還是用什麼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這個uirepository 這個fmweapon repository這個地方其實就fm model 其實它是專門給UI用的 然後那我們這個地方我們已經fake data之後呢 那database connection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就是database repository 好data.repository這一部分呢 你到底是要連接adodonate還是連接anity framework 那就純粹是看你的需求 所以其實我們在開發UI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並不需要等你的這個database準備好 就可以先開發UI了 而是你這一個UI可以先一起 就是UI跟database可以同時一起開發 然後這樣就可以節省掉很多時間 database的人專門做database UI的人專門做UI 然後那中間就不會有任何的瓜葛 他們只要確定說他們中間的uniofork跟repository 能夠shake hand就是能夠有一個統一一致的這個規格 那麼這個UI的人就知道說 我有這些東西它會塗給我 然後那接下來那個做database的人就說 我要把這些東西塗出來給UI的人 然後他們就有個共識之後 你就可以雙重一起開發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做dbfirst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去database那邊update database 然後接下來在dbfirst這個地方 然後refresh一下 那我dbfirst的這個efmodel就全部都被update了 然後那在callfirst底下呢 我要怎麼樣保持 我要怎麼樣保持我的這個efmodel 跟我的這個database 他們的程式碼是有一致性的 那其實這個方法很簡單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我還有一個fake solution 這個fake solution叫做idnd.unlinegame2 然後在我的real product 我們把它取名叫fake product 然後在我們的這個real product裡面 則是用idnd.unlinegame 那在我們這個fake product裡面呢 我們使用的是poco generator 我們先把程式碼先寫好之後 先把database先寫好之後 透過這個fake product來製造出 我們所需要用到的這一些entity framework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它製造出來的程式碼 它的efmodel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說了它的efmodel 然後呢這邊有說了它efmodel的這個configuration 你可以看到它是使用的是fulon API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沒有一致性 然後結果你的這個東西都沒辦法用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全部都做好之後呢 我會把這個poco generator efmodel呢 全部copy and paste到我們這個real product 這個database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database 裡面在這個地方就會有很多的efmodel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efconfiguration這個地方 就會有它的relationship 那其實都是從poco generator 那個fake 那個fake product裡面 copy到我們的real product 就是這一個product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 永遠就是在更新 我們dabase的時候 永遠都要先跑這個fake solution fake solution跑完之後 再跑這個real solution 然後real solution 就把它截取我們需要的答案 copy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這個onlinegamecontext 這些onlinegamecontext 也可以一個一個copy過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fake solution 它也很重要 那我們copy過來之後呢 那我們還是要做migration 因為我copy過來之後 不代表說我的dabase已經準備好 我copy過來之後呢 我同樣再去run這個migration 再去run這個migration 那我一樣是可以做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up and down 就是upgrade跟downgrade 這個dabas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同時會怎麼樣呢 我們同時會有這些t-sql的版本的backup 然後同時也會有migration的這個地方的backup 等於說我們是雙管旗下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其實在有一些企業是比較常見的 因為畢竟call first它是比較有彈性的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